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近日国外疯传一段西班牙的游戏节目的片段 参赛者们为争取奖金10万欧元 约新台币350万元 每个都使出浑身解数 其中一名参赛者被问到 漫威电影里的超级英雄罗杰斯 Steve Rogers 美国队长的头衔是什么 但他一脸茫然 且答案就印在他的衣服 这段影片引起网友疯传和媒体报道 称这场比赛是无法相信的失败啊 综合外媒报道 参赛者艾伯特Albertu 近日参加游戏节目一战到底 Who's still standing 他被问是 复仇者联盟中罗杰斯的头衔是什么 答案选择有 Dr.Fa或Captain 艾伯特沉思一段时间后 苦恼地说出错误的答案 Dr.Fa 都为他感到隐恨 艾伯特答题时 穿着美国队长的衣服 答案就印在他身上 Captain 主持人有给他提示指着他的衣服 但艾伯特无法意会 让他痛失巨额奖金 对手 见他的失败 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最后主持人也开玩笑说 我们穿这些衣服 但其实我们不知道自己在穿什么 影片 PO上网后引起网友热议 不少网友称是一阵到底里最严重的失败啊 也有网友 直呼太可惜了 只要他能看得懂单字就拿答对啊 而国外媒体也已无法置信的失误形容这片段